各位屏幕前 亲爱的小伙伴们 无论你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 参加过高考 还是总有一天要参加高考 或者你就是刚刚完成最终考验的勇者 2020年的高考总算是落下了帷幕 在8号晚上就刚刚结束考试的小伙伴们 跑来问二斤 这万元神机的配置到底该怎么选 二斤一听 吓了一跳 难不成这就是后浪吗 动不动主机的配置也要上万元了 但仔细一想的确也有道理 人家这是刚刚经历了千难万险 重重阻碍 最终上岸 想花钱买一个自己喜欢 甚至是梦想多年的万元主机倒也是不过分 那今天二斤自制就带大家来看一看 我给它推荐的配置吧 推荐配置前自然是要先询问需求是什么 虽然想都不用想 无论有着怎样其他的目的 游戏性能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事实也果真如我所料 它的确是需要一台能够流畅运行3A大作的主机 但是除此之外 它还需要一部分专业性能 因为它和我说过 它想在大学期间 尝试去做一名视频创作者 也想用视频去记录生活 表现自我 这一点也算是它父母支持它 购买这台主机最主要的原因了 我做应用UP主听到这样子的话 当然也是十分欣慰的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是否学到了 如何说服父母给自己买一台电脑呢 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 也可以分享留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当中 大家多多交流总是没有坏处的 确定好需求之后 以老夫多年都受电脑的经验 一套配置也算是了然于胸了 既然它想要游戏与专业性能兼备 预算也能达到万元神机的标准 那主机平台的选择上 自然还是非AMD莫属了 但有一点让我比较纠结的就是 听说最近AMD推出了新的CPU XT系列 那到底是新款的XT更吃香一些呢 还是老款的X性价比更高一些 我说了都不算一切还要测试说了算 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所要使用的配置 主板采用到的是ROG STRIX B550F Gaming 给和我一样大的年轻人挑选主机 外观首先就要炫酷 相信ROG的神光同步一定能满足这一点需求 除了外观信仰上的加持 内部性能也是绝对可以满足我们需求的 12加2相供电模组 无论是新的XT还是老的X 待它们飞还都是绰绰有余的 此外这块主板还支持到PCIe 4.0技术 并且还自带一张支持WiFi6的无线网卡 使用起来的确更方便一些 CPU方面这回我们选择了3900X与3600XT来做对比 虽然纸面数据上新版的XT 只比旧的X高出了0.1GHz 但实际的性能提升 我们也要到测试环节才能知晓 在这套配置的内存选择上 我还是用到了最适合三代锐龙的3600的内存 采用到芝奇的晃光机 两根总共16GB 这样子的内存组合 面对游戏玩家以及视频剪辑的初学者来说 还是够用了 使用B550F这样子的ATX主板 也能留给未来一定的升级空间 而固态的选择也没什么可说的 毕竟这块主板的第一条M.2插槽支持PCIe 4.0技术 我们自然也就要用上来自技术的PCIe 4.01TB版本的硬盘 日常也是购用的 在显卡方面为了满足3A大作的性能需求 也为了整体配置的神光同步效果 二斤这里使用到的是来自华硕 ROG A8G 2070 Super 相信对于上面的那两点要求 这张卡可以轻松应对 电源我们还是选择了靠谱的海运FOX精彩650W电源 带这一套配置还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就是散热与机箱的选择了 谁来我们用到了九州风神的堡垒240 二斤觉得用240来压制3900X 这样子的CPU可能有一些难为它了 所以说在机箱的选择方面 我们用了半开放结构的骨架开拓者 希望这样子相对散热的散热环境 能让里面的CPU适时一些 好啦 既然平台一切搭建就绪了 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两颗CPU小小的超频能力 3900X作为胸掌 当然要让这些晚辈 我们就先拿它来开刀 开拓 最终Risen Master当中 3900X可以通过全核心4.5GHz 电压1.45V的测试 但此时CPU无法满载 否则立马四季 最终稳定在4.4GHz 1.4V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3900XT 既然是新款 那上来我们就当仁不让 先来个全核心4.7GHz 诶 直接黑了 那4.6GHz总能做到吧 哎呀 也死机了 那咬咬牙 4.5GHz总可以吧 求求你了 给AMD点面子吧 嗯 也不行啊 最终稳定通过CPU测试的 还是4.4GHz 不得不说呢 二斤手上这颗3900XT 其实真的有些差 既然如此 测试也就只能咬着牙继续了 首先还是老规矩 R15-R20当中的两颗CPU成绩非常接近 多核性能最多差距10分 单核性能差距1分 可以看作使测试误差了 到了XR64 FHD转码测试当中 3900XT也仅能比3900X高出不到一帧 嗯 而在V-Ray Benchmark里面 两者之间的差距也是没有办法超过1% 在达芬奇比肉读取当中 两者成绩更是相当的接近 到了实际渲染的Blender BMW测试当中 两者渲染时长同样非常的接近 在PCMark10综合办公测试当中 两者性能表现更是十分的接近 最后测试了近期刚刚添加的新成员Pigit Bench 在PR当中实际测试了一下两者的性能表现 最终成绩3900XT得分在792分 相比于772分的3900X来说成绩还是要好一些的 测试完专业性能 我们也要来看一看游戏性能上 这套配置能不能满足小伙伴的要求 并且来看看这两颗CPU的性能差距 虽然经过了刚才的测试 在这一点上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首先来简单跑一下3DMark 而成绩最终也没有让我失望 非常的接近 几乎看不出差距 到实际游戏中 我们在1080P分辨率下 以默认最高画质运行了几款游戏 首先是没有开光追与DLSS的古墓丽影暗影 最终3900XT仅以6帧的微小差距 战胜了3900X 而到了众生平等的刺客信条奥特赛这里 本来差距就不大的两者 成绩就被进一步的压缩 最终结果也是平平无奇呢 到了同样是玉璧家的孤岛惊魂新曙光这里 3900XT这回平均帧领先3900X7帧 相比于之前的差距 这里要稍微明显那么一丢丢 在绝地求生当中 3900XT依旧只能以非常不起眼的小领先 超越3900X 要不是帧数的实时显示 给一般人的确是看不出差距来 最后还是到了起码与坎沙2的千人大对决当中 由于这个游戏中的场景十分的不固定 在二斤看来两者之间的差距也算是微乎其微了 最后我们还分别让这两颗CPU 在全核心4.3G、1.5V的环境下烤了一下机 10分钟之后 3900X温度比3900X低2-3摄氏度 不过总体来看 九州风神这款240水冷 也是可以在半开放的环境下压制住这两颗CPU的 全新的AMD XT系列CPU的确有一定的性能提升 但并不算是非常明显 反而3900XT要比3900X贵400元 多位学生党我觉得还是性价比要更重要一些 拿这400元跟朋友去吃吃喝喝它不香吗 但如果你就是要追求极致的性能 那XT也肯定是你在AMD平台上的不二选择 不管是选择3900X还是选择3900XT 相信这套配置肯定可以陪伴这位小伙伴度过愉快的大学复年 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结束了 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 一定要为二斤点赞三连 没有关注二斤的小伙伴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 或者打开你的小铃铛 这样子的话才能吸收最新的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吧